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模样了 但是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在她三岁的时候 母亲带着妹妹离她而去 她和父亲相依为命 艰难度日 今天她来这里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我想从那时候 我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我 有请 我腿不好就站出来了 来 坐这 这是什么关系你们俩 这是我父亲 父亲 你是女儿 来 哥哥坐这 你哪一年的 1996年 这是老哥哥 这是女儿 女儿多大了 30岁了 对对对 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还有个孩子 还有个孩子 那个孩子今天没领来 还有个孩子 只有去过来就被走了 被谁带走 她娘带走了 妈妈带走了 对 妈妈和妹妹 什么时候和你们分开的 在我三岁的时候 妈妈和妹妹就离开了我们 是和爸爸离婚了 没有没有 小的时候我是听村民告诉我说 妈妈是被别人拐走的 但有的村民说 妈妈是走了 不要我们的 是不想要这个家了 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是很恨妈妈的 想满三岁 满三岁 有女娘 那时候 家庭中很困难 又是 为不承接 为不承煮 一天 那就真的 那个是还起不过来了 陈志祺像他妻子 这个自己离家出走的 这算什么 这个关键是看 当时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如果有人跟他说 说有个地方 有份工作 待遇很高 你在这打个工 然后到后来 把他给卖掉了 这是拐卖 如果是 他自己愿意 另外嫁别人 别人给介绍 然后中间也没收钱 没什么的 那就未必是拐卖 所以关键是看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女儿 你三岁 对妈妈一点印象没有吧 我对她 现在是没什么 印象 但是 我是要找到她们 因为这是 我对我爸爸的心愿 那你这二十几年 跟爸爸相依为命 你眼看着爸爸 不容易搬 对这么多年 我爸爸为了我 真的是 我看到他有时候 我都眼泪都忍不住牛 爸爸在家里面 又是当妈妈 又是当爸爸 在小的时候 我几次几乎连小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是喝妈妈 又想妈妈 我家特别特别的穷 家里吃不上什么都没有 除了有几颗玉米 其他东西都没有 连菜都吃不上没什么吃的 然后妈妈走的时候 我身上就是小时候 长了很多那个炮窗 长得满身都是的 肌肤长得后面 就没有一处是好的皮肤 还头上长了狮子 一扭一扭的狮子都长成窝了 那种一堆堆堆上来的 他头发这么一抖 这都能抖下了好多狮子 都能长成那个样子 人家村民都看到我 实在是太可怜了 就给我想办法 能把狮子能够帮我去除一点 他们那个滴滴味 就是倒在那个棉花上面 因为这个棉花就在我头上 就是整个头擦 我就当场晕倒了 最后就是说 狮子没弄走 但是我的身体给伤得好 伤得很厉害的 狮子还是那样子的 还是长得那么厉害 就是我爸爸去给别人干活嘛 别人都像我爸爸的活不好 就身体状况不好嘛 设想 别人一天干的话 我爸爸要两天干 因为家里没人照顾我 也没得吃 所以爸爸就只能带着我了 爸爸就是为我有时候 就去给别人干那种动活 像挑大份啊 然后还有就是砍树 砍树要把那个树 给人家搬到家里来 就是要用尖子扛着的 然后就干这种活 然后别人就说 很不高兴让爸爸去做些事 因为人家都说 我爸爸去干活 是一个人干活 两个人吃 就很不喜欢这样子 然后时间说了久了之后 我们心里也难受 在我那么需要妈妈的时候 我妈妈就却不在我身边 我们接到了寻人求助后 立刻展开了寻找 根据志愿者多方寻找和走访 在湖北找到了一对母女 与我们所提供的线索十分接近 我们立刻驱车前往 进行核实 我妈说那边很穷 然后我们那个一家长的 身上长的都有血 我才几个月身上也有那种血 很痒 抓了都不行了 那个亲戚 我那个亲生父亲也认识了 然后就说带着我们去看病 给我们看是自身上的血 我那亲生父亲也很放心让他带我跟妈妈 因为我小 那时候才几个月 被那种全 也是折磨的那个 很难受 对 然后说带我去 那时候我太小了 妈妈只能带我一个 然后姐姐 妈妈说那时候我姐姐比我大 四五岁 所以怕我活不过来 所以说才相信那个亲戚说带我出去 就出去看病 看病 然后就从那次 那个亲戚家跟那个人贩子商量好了 就是有预谋的那样 要把我妈妈要带走 爸爸把我跟妈妈送到那家的时候 那家有个那个人贩子在那 但是我爸爸不知道 就这样 向广秀并没有任何防备之心 就带着孩子跟这个亲戚走了 当时被拐到了河南一户人家中 这么多年来 向广秀一直都尝试逃跑 但是由于不识字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孩子还小 还在读书 不能抛下孩子不管 所以向广秀一直忍辱负 心想着先把孩子养大 再去找家 我找了几天没有找到 我没有办法了 我已经久不找了 我回来还要干货 我边楼干货 我该很久不走 我帮你跑来 我这个人在这边 我再次变健康 去带下面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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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领着爸爸向你们的希望之门走去 我眼睛一闭就会 就会摸得我的母亲 母亲就会和我抱着 我就会跟我在一起做话 我就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一定要达到我父亲的愿望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我还是爱他 不软他 他也不能怪他 都还是想他回来 不软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得了 子�� 我扒下 不要 我扒下 他扒下 我扒下 不要再你面前造ASE 我扒下 你扒下 你看 妈妈 没事 只要你们回来了 只要你们回来 我们就高兴了 妈妈 我的爱死了 我姐 来 姐姐领着 妈妈和妹妹到这儿来 妈妈 现在活都给我回头 妈妈 现在怎么能够回来 妈妈 人家都找不到我 我算了 我想回来 那个在梦中的梦中 人家找啊 找 找 找的 一下子要看见 看不见了 一下行 来 来 阿姨 叔叔 我们一起到前面 我们慢慢说 来 叔叔 拉着 这边拉着女儿 这边拉着妻子来 这是我妻子 是 这是您妻子 没错 这是您小女儿 长大了吧 长大了 来 我们拉着爸爸 就像刚才我们的小篇讲的那样 最后我们是在湖北的早阳 找到了这一家疑似的家庭 后来我们又通过科学的手段 对他们进行了采洗 进行了DNA比对 深圳市公安局 通过大量的调查走法 以及DNA检测比对 陈彦市 陈千民 香港秀 亲生女儿的可能性 大于99.99% 当时他们是被拐卖 卖到后来她这个基父 她是在河南 但是已经去世了这个基父 所以现在他们是跟着小女儿 在小女儿的一个女婿家生活 来 各位坐下 哎呀 我绝对没想到这个结果 这些年妈妈想着回家了吗 想 一直想 对 她说她一直想姐姐 想家 但是她走不掉 因为她不认识字 哦 我想问问她 那个乖都女的是谁啊 是你们家的一个亲戚是吗 哦 对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 做进一步的调查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满意的结局 一家团圆了 妹妹现在小肚子鼓着 对 买宝宝了 几个月了 快七个月了 哦 快生了 对 真幸福 好 我们带着欢笑 带着掌声 送你们一家 回到幸福之路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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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被迫分离了二十多年 但他们相互支撑着 走过了这艰难的二十多年 今天终于在这里团圆 希望他们以后幸福美满 永不分离 我们都会团圆了 什么都会团圆了 这也终于搞到幸福了 再不团圆了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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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